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记者会主要是针对我们 这个仪保指挥广州的航线一事 做出一个交代跟做出一些澄清 那在今年的12月18日 也就是两天前 州政府收到这个营运公司 就是Skandal Sky 告诉我们说Skandal Sky 这个租金的服务 他们正式和马航公司正式解约 那他们正式的解约也意味着 这个仪保指挥广州的航线被逼暂时的各自 那州政府对于这个事情的发展感到遗憾 那当然我们还是继续地去尝试寻找更多的一些合作伙伴 包括新的航空公司 以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宜保指挥航州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继续有这个服务 那得个第一 那另外我想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 其实我得到这个金达空运的这个 他们目前也在努力地去尝试找更多的一些新的伙伴 可以去继续支配这个服务 其中我被了解 只说他们在这个星期也有他们的工作团队 一定在中国去尝试新的这个合作伙伴